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米 這次呢 要來跟你們分享的是 Mabelin最新推出的唇彩 極戰色斷光絲柔唇膏 那極戰色系列其實出了非常多不同的質地 那這個斷光系列呢 算是他們今年最新推出的新的質地 然後一口氣推出七個顏色 那這次呢 我一樣先會幫大家做 手上跟唇上的試色 然後再分享我的心得跟推薦色號 OK 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可愛 教人做一個小女子 對她說的是 時候會喜歡裙子 妳讓別人回家 希望她把小女子 他把小女子 都說的是 讓我買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光是唇彩它可能就有分很多唇釉啊 唇膏等等 那极赞色这个系列呢 其实从以前出到现在 它有还蛮多让人家很印象深刻的色号 譬如说像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的那个焦糖拿铁色 然后还有很红一阵子的干燥玫瑰色 那它有雾面的啊 然后也有光泽面的 那这次断光呢 它的质地我觉得算是 介于雾面跟光泽之间 它就是比较低调内敛的那种光泽感 所以我觉得它对于大众来说的接受度会是更高的 加上这次出了七个颜色 其实我觉得就是没有那种很废很垃圾的颜色 七个颜色其实那时候我一开始在试的时候 就会觉得 哇 每一个大家一定都会有找到 就是喜欢它唇彩颜色的人 再来呢 跟大家分享几个我使用这款唇彩的心得 老实说我有一小段时间没有分享唇彩试色 主要是因为中间我都没有让我用到那种 一用就很惊艳的唇彩 那这款呢 其实很特别是一般我可能都会先试 然后把所有颜色都试过之后 然后会统整我的心得 然后那时候我第一次擦上这个唇彩的时候 我一擦上去我就 哇 很惊艳它的那个保湿度 跟它的滋润度 还有显色度 因为一般来说 如果你的保湿度很足的话 它可能没有办法 显色力那么好 但是这一支呢 我觉得它用起来就是 你擦上去你可以感觉到 我不需要上护唇膏打底 然后它又很修饰唇纹 再来就是它的显色度也很好 就连它这系列最浅的555这个颜色 它也可以完全盖住我的唇色 所以第一点我刚擦上去就已经先被它惊艳到了 再来它这个断面光泽啊 我觉得就是结合了霧面跟光泽型唇彩的优点 它既保有光泽型唇彩的那个保湿度 但是它又有显色度 可是又不会颜色很容易就是完全的掉光光 那断面这个质地呢 我觉得 嗯 有点像是你擦上去好像有一个 柔焦滤镜在你唇上的感觉 那它就是属于比较低调内敛一点的那种微光泽 所以我自己是还蛮喜欢这个质地的 那我刚刚以上讲的都是擦上去的那种实用感受 可是实际让我确定想要接下这个合作的最主要原因 其实是因为我擦了这款唇彩一整天之后啊 我发现它的持久度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更好 因为一般来说这种比较偏光泽型的唇彩 你可能会觉得说 嗯 讲个话或者是喝个水 它的颜色就会掉光光了 那其实这款呢 它甚至到吃完东西 我觉得就只要补内原就可以了 当然不可能完全不掉色 可是它的持色力比我想象中更好 所以我觉得这点又是一个大大加分的一点 然后再来就是它里面的这个 这次的七个颜色啊 它的色选其实还蛮多的 像有玫瑰色偏粉的 然后也有偏橘色调 正红色 甚至是豆沙色都有 所以我觉得各种需求的人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唇彩 而且这次呢 其实我挑推荐色的时候真的挑的好痛苦 因为真的太多好看的颜色了 不过还是有几点使用上要注意的小细节给你们提醒 第一个就是 它其实用起来会稍微有一点点微微的染唇 所以如果你只用水性的那种卸妆品 我觉得它没有办法卸得很干净 我会建议直接用眼唇卸妆 它直接擦就可以擦得很干净了 但是不会到难卸 不用担心 再来第二个就是 它毕竟是这种比较偏光泽型的这种唇彩 所以它的膏体的柔软度比较没有像雾面的唇膏那么硬 所以你使用的时候记得不要一次转太多出来 它的膏体是比较稍微偏软一点 但是不会软到断掉那样啦 只是说会提醒大家 就是不要一次转太多出来 最后的最后呢 我来跟你们分享 我这次七个颜色中最喜欢的三个色号 那我把它排了前三名 那第三名呢 是888 888这个色号呢 是比较偏向玫瑰色 然后它的玫瑰色呢彩度是比较低一点的 因为我自己其实是比较喜欢那种低彩度的唇彩 就是不要太荧光或者是颜色太过饱和的 那这个888呢 它就是调的非常漂亮的干燥玫瑰色 但是我觉得会是比较适合秋冬的那种 稍微彩度更低一点的 那这个颜色擦在唇上 我觉得会非常有支性气质的感觉 所以很适合搭配一些比较 比如说衬衫啊 或者是那种很柔软的那种毛衣 那种感觉 在我心中的第二名呢 是214这个色号 214呢是比较偏向橘红色调 那其实我个人本来就很喜欢暖色系的妆容嘛 所以这个颜色擦在我平常的妆容来说 是完全没有任何违和感的 那你其实只要搭配 比如说同色系橘色的眼妆 或者是大地色系的妆容 我觉得都OK 然后像我身上的穿这种土色系啊 搭这个214的颜色也非常的好看 最后我心目中第一名呢 就是518 518这个色号呢 我觉得如果要把它归类的话 应该会比较偏向珊瑚豆沙色 它没有豆沙那么的粉 可是它又没有珊瑚那么的橘 它就是一个调的很 很百搭 然后很怎么讲 很大众接受度一定会非常非常高的颜色 那也就是我今天唇上擦的这一支 这个颜色呢 我觉得如果你七支只要挑一支的话 我会强力推荐从这个518下手 它的颜色的搭配度很高 就是不管你今天想要搭比较偏粉色调脸的妆容 或者是你想要搭比较偏橘色调暖色调脸的妆容 都OK 然后它就是擦起来的颜色 不会到太重 然后或者是太成熟 可是又不会擦上去好像有差跟没差一样 所以518呢 融灯我这次极栈色断光丝柔唇膏心目中的第一名 跟你们分享 好的 那以上就是这次跟大家分享 Mabellin最新推出的极栈色断光丝柔唇膏的全市色 还有我的使用心得 那大家看完影片之后呢 就是很建议你们可以去现场试试看它的那个质地 我觉得 它是一款擦在唇上 会比手上经验度更高的一款唇彩 然后也欢迎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说 你最喜欢哪一个色好 我想看看大家的想法有没有跟我一样 OK 那就这样啦 希望你们会喜欢这支影片 别忘了帮我一个喜欢 然后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可以点这边 那我们就下次见啰 拜拜